一旦中野往下走 打起来就是四大战 牙膏这里还不回家 还用潭波蟹 开大招换血 那这个换血有用吗 想拖到鳄鱼来 但是牙膏这个位置随便逃生啊应该 看看369怎么操作 可惜没有三囊啊 有三囊的话牙膏可能还有点危险 可惜没有三囊 哦 完了 这不会还有要阵亡吧这一下 完了 这能死 也没选了交闪 拖跑零球 哦 这门又打起来 卡拉威又被逮到了 卡拉威这里先倒 倒完之后后续三打二 三打二 人数优势 但是可惜 没后续了 好 来看前一波 这波是没人看到的 我也没看到这波 什么情况 卡拉威过来排演 应该是直接被小坤坤打起来了 小坤坤已经死了呀 就是一个QG的冰洞 冰洞完之后 流头也在旁边 还没一口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 上路369甚至有时间去中的 好 保龄球打到了 但是可惜 瑞尔也到了 有点机会 看Missi 好漂亮Missi 年轻人啊Missi 果断Q闪 躲掉你坤坤的保龄球 没什么好说的 应该你们都懂 好 下路牙膏这里很强势 拉尔J交TP过来 想对小蕾油给压力 好 小蕾油这个怎么逃生 应该是只能等死了 好 小蕾油直接等死 好 直接等死 看小蕾油这个折力好像一般啊 玩的对线也没有这么用 我感觉小蕾油还是喜欢打架 要换血 操作打架的 好 直接TP过来 继续怪的找你麻烦 完了 小蕾油应该又死掉了 这个位置 好 又要死掉了 直接等死 看这个操作空间吧 闪现也不躲 结实近单锤 但是什么情况 来的有点慢 惊动的人 这样小蕾油居然活下来了 毕竟还有机会反打 这里直接看到充电 但是可惜 牙刀这一炮也没打到人 打到兵了 娜尔变大 怒气不错 闪电拍 拍到一个昆昆 但是后面抓梦久 抓得不错 杰克艾直接交进化解 昆昆这里先被秒 溜溜也要死 漂亮 进度 哦 这是前一波 三里九阵亡的那一波啊 想配合杰克艾在中路找击杀 可惜 自己被包饺子了 好 三六九 直接下出牙膏的闪现 想跌路哦 路气控的漂亮 老九 这路气控的完美 完美 完美 小蕾油 帮你按摩一下 我就飞走了 我的评价就是敏了呀 这真敏了 你看 这三路推不了线 门都出不了 出去就要死 猪蕾油都想把键盘砸了 真的 我是猪蕾油 我想把键盘砸了 我是猪蕾油 我想把键盘砸了 我是你问 我们什么情况啊 我们打十分钟 怎么每条路都被推线啊 好 眼上直接打龙 真眼都没有 涛博开始直接点龙了 这能怪到猪蕾油吗 自己家野区都进不了 猪蕾油拿命过来帮队友打大龙 你们打我死 什么 我没死 猪蕾油还没死 四个打一个没死 没狗回来第二个脸也好了 完了 第二个脸又拱死一个 这里开始抓梦卓 隧道三个能怎样 牛牛继续过来沾牙膏 牙膏也要被沾死 好 等死 这玩不了 这种局势就是我们说的零磁开的局势 只有天崩的局 你猜有可能三条路被推线 当你三条路被推线的时候 说明这个把游戏已经崩掉了 完全玩不了啊 敢帮帮印小猪的魔法书 感谢老板啊 老板牛逼 见得超级大的劣势啊 进攻 已经乱掉了 这个状态打就在危险了 噢 入了 红巴士烫死你 运气不错 实力却锁住了 入了 但是杰克这里为了收人头也把自己杀掉 现在玩法这么简单嘛 就五个人往中路一扎 团 这感觉是十几年前的玩法 噢 鳄鱼一个人顶在队前面还有血爪的 根本不怕你 往前一左没能打得死 你看看入了想不想扎键盘 勾巴的原地开个大死了 就算了 已经红了 入了这打法已经 这被人打着打着操作 点个大死了 算了 这被人打着打着操作 点个大死了 算了 红温了 这已经 而且玩法太简单了 就是五个人往中路一扎 团 那怎么玩啊 感觉邦邦运小猪又一本魔法输 正面已经被一波了 这把游戏早就输了 从十五分钟开始 一直三条路被推线 经济完全一样 三条路被推线 被按在家里打的那一刻 京东已经输掉了 没脾气啊 京东输的 没有脖子 词 订阅 主要是有什么式的 可惜 有薄药 可以 发现 想法太行 不信 没有